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們要白了 我是覺得這個是一個姻緣 同事就說 人家要花蓮呢 花蓮就說 花蓮是要創什麼 他說花蓮慈濟啊 那時候也不知道慈濟是什麼 之後我就覺得 覺得我有夠慎愧的 我都沒有去做到什麼武藝的事情 我就在車上說 這樣我也回來了 我也要買來募款 那時候花蓮的比較密集 但是那時候就是 我就進來了 找到人生的方向 那主持在創傷我一定都會去參加 81年就受贈 可能是因緣到 81年就從高雄市 新興去復贈宿所退休 那時候去做技工 我真的是很歡喜 可能是每天都在上班下班 都同做一樣的工作 在那個志工裡面 就是也能體會生老病死 看到你們回來這樣很好 一名落石社區嘛 社區有什麼動情還是什麼 我們都要去做主義 當然會遇到逆境 遇到逆境的時候 遇到逆境的時候 你要忍入 你的重點當中 你要怎麼去 面對人事務 你不會起煩惱心 我現在是接核心的財務幹事 這都是因緣 我是覺得說 在慈禁裡面 一段一段都是好因緣 我們對著最明顯這條路 我們就是要長花心力願 上年帶我們今天 菩薩德就是付出嘛 付出就是事項嘛 感恩就是盡力啊 謝謝 謝謝